里面有特别写到说 我国森林覆盖率是60.7% 那每年的碳汇量 你们有估计一个大概比如说 2100万公顿 类似这样的一个数字 我想先请教大家主委 既然您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方法学的部分 那我想请教您这个数字 又是怎么样去做统计 怎么样得出来的呢 这两个议题 像现在的森林的面积 所产生的碳汇 待会我请黄处长告诉我们 所以面积是一个 对 然后它的树种跟树林 也会牵扯到碳汇 但是这个是既有的 不是新增的 所以无法去做 所以目前是已经有将树种类 还有树林这个部分 是纳入到你们碳汇的计算吗 还是说只有面积 都有 然后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600多万公顿的 二氧化碳排放 也是看比如说水稻 种植面积多少 它加往排放多少 这样算出来的畜牧 一头株一头牛 从出生到屠宰或死亡 我们在谈森林碳汇 那这个部分森林的碳汇 2000多万公顿 我先谈森林碳汇 对 如果主委这么有兴趣 我们后面可以再多分享一点 其他碳汇的计算方式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刚刚委员关切的 那2000多万的碳汇 那是记载在我们国家的 那个二氧化碳排放清测里面 那我们目前根据的计算 它依据是 依据林务局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 但这个森林资源调查 我们现在都有持续的在做 第几次在什么时候的森林调查 我们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 对 我说在几年 什么时间点 大概在将近十年前完成的 十年前然后你放在这边 不是 十年前完成是有点久以前 对 这是全国性的调查 但后续我们都每年都有局部 在做资讯的更新 所以林务局一直有掌握到 台湾森林的一个现况 那这个现况会 透过我们的调查之后 变成一个国家尺度的一个 碳汇的计算 会放到国家清测里面 但是委员也另外提到 森林探权的这一个 有关于要去认证的这一块 它牵涉的不是只有 刚刚讲的技术性的问题 还有包括很多它是不是 是你那个造林 什么时候造林的这个 合格性的问题 这些都必须考虑在里面 那个就是会进到 刚刚主委所提到的方法学的部分 好 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 就是在于说 你们这个更新的部分 其实一直有在做嘛 但是十年前是一个全国性的 然后你们持续在局部去做更新 这里我想先跟主委分享一下 因为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有看到说 其实国外是有类似的监控技术 比如说透过卫星 透过AI 它可以去及时的去看到说 这个碳汇大概 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这个我是可以分享给农委会 看你们要不要去研究一下 类似像Proven Space 这样的技术 因为刚刚听起来 其实虽然说是讲到说十年前 但我相信这个工作 其实用人工去做 去做调查天野调查 其实它花的时间是蛮长的 所以如果说国外有类似 已经有开发类似像这样的技术 我们也可以考虑说 我们是不是学界 国内的学界也可以来进行研究 或者是说跟国外来引进 我觉得这个可以减轻 我们在探汇 未来你会一直不停的更新 这个更新的速度可能会蛮快的 所以这个可以给农委介绍 这台水神生成机呢 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嫂 望望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粉丝朋友们 你们独家享有这个好康 请你上快点购 数料有限 你要买得好快